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够语言 今天是第21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循环接收通道的内容 对 今天给您讲一讲 咱们在构言中如何循环接收通道的内容 咱们马上开始 今天的知识点就一个 咱们模拟一个游戏的服务器 频繁的发送消息 然后客户端去接收消息 然后做一些响应 对吧 简单做个模拟 咱不是真开发一款游戏 好不好 OK 那么今天我要给您演示的就是 大家请看 循环接收通道的内容直到退出 好不好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看代码 马上就代码的部分 代码 咱们一上来 大家请看 闷包 这个不写 报错 然后impose 两个基础 包 没有问题 然后是闷函数 在闷函数里面 大家请看 我这定义了一个自服型的通道 当然如果说 您要真开发一个 开发一个这个游戏的server 您定义什么的 这个类型 都可以 甚至说您定义 Jason都没有 完全没有问题 OK 这地方咱们定义了一个自服型的通道 好不好 叫做message 也就是说 咱们要向这个message通道频繁的发消息 对吧 这个一看就是个异步 对吧 OK 然后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定义了一个匿名函数 在匿名函数里面 大家请看 我做了五次循环 几次 五次 对吧 OK 那么在第五次的时候 我会给这个通道发送一个空消息 什么都不发 就说这个游戏结束 对吧 发空消息 如果咱们的循环不止五次 五以下的时候 怎么办 大家请看 我会给这个通道 发一个任何消息 就说你好 这个通道 然后我会把这个 咱们每次循环的这个循环数 咱们变成一个自服型 传给它 就是说 咱们这个函数 咱们就把它想成是一个游戏的服务器 对吧 咱们游戏服务器处理各种各样的内容 事件 几个玩家的信息 处理完之后 当满足一定的条件的时候 它就会向通道中发消息 这个通道 咱们可以理解为 所有的玩家都能够接收到的消息 对吧 一旦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他们就给各个玩家发消息 对吧 如果这个游戏的 根据这个游戏的情况 结束了 给摸摸了 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条件是五了 这不是五 咱可能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敌人都打死了 或说玩家都死了 对吧 那怎么办 咱会给这个通道中发一个空消息 让所有玩家都知道怎么回事 对吧 这个呢 函数看起来 乍一看 是吧 是一个负寻环 其实呢 把它理解为是一个 浮气端的处理的函数 想函数就可以哦 OK 然后咱们执行一下这个函数呢 它就会不停的往那通道中发消息 对不对 那么大家请看 在下面这地方 咱们这个 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玩家的一个程序 客户端 对吧 我呢 去用这个Fore Range 这个通道呢 去循环这个通道 然后呢 不停的接收消息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对吧 那咱们看这个Fore循环 这个里面 咱们都怎么写啊 咱们呢 每接收到一个消息呢 就要给这个Result 进行复制 那么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30号 如果这个Result 等于空 是什么意思 相当于咱们这个Game Over I等于5嘛 对吧 如果这个Result 等于空的话 直接Break 退出这个循环 什么什么 什么Game Over 我没有任何消息再接收了 我就退出这个游戏 这把打完了 对吧 OK 那么如果你不是空的话 那么我就会做处理 比如说说 你注意看啊 右面有敌人啊 等等嘛 可以做一些处理 当然我处理就是往屏幕上 打印一条消息 对吧 做各种各样的处理 这个呢 就完成了 服务器端频繁的 在通道中发消息 然后客户端的频繁的 接收处理内容的 一个简单的过程的模拟 OK 那咱们马上运行下 代码看看实际的结果吧 稍等 我给它拷贝过来 把拷贝过来 今天给您演示了 最近演示 我就不用Colab了 因为最近做客户 我是使用我的Mac 所以咱就Mac平台演示 咱们先看一下 我的这个Goal版本号 152应该是最新的 好 然后咱们建一个闷点 闷点JS 最近JS做的也比较多 好 咱们拷贝啊 是这样 我最近正在研究Firebase 感觉也是非常的不错 今天我可能给大家 做一些这个Firebase的一些课程 好 咱们程序之拷贝完之后 马上运行 看结果 大家注意看 我先清个屏吧 这Ctrl加L可以清个屏 但是这个Mac清个屏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咱手工清算了 好 注意看 Go 大家请看 咱们模拟了 对吧 通道发送了五个消息出来 然后他就什么都不干了 对吧 然后咱们客户端中 分别接收到这五个消息 然后打印出前四个消息 没问题吧 因为第五个消息是空字串 所以说直接退出 OK 这个就模拟了一个客户端服务器的简单的效果 服务器端不停的发现内容 客户端接收处理 然后服务器端说 你可以了 不处理了 game over了 客户端一看 就退出了 结束 对吧 这么个简单的模拟的过程 希望您能够理解通道的最基础的使用方法 今天给您演示的 其实就是通道最基础的使用方法 希望您能够掌握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 您下载一下吧 好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